今天要来讲主义主义的 3-1-4-2 那么这个东西呢就是代表人物是 萨特 但是呢我要说这个东西就是 Sexualized 我不知道怎么来说呀 Sexualized Sexed吧我用Sexed Sexed Phenomenology Phenomenology 它是一个哲学格 因为它启发了很多人 那么启发的很重要的人 就是启发了Locom 启发了很多精神分析啊 还有爱遇分析啊 这个就是这种性化的 它叫性化的信仰学 存在与虚无这本书 可以看成性化现象学导论 Sexed Phenomenology Introduction 性化现象学导论啊 然后存在与虚无这本书 可以很恰切的被命名为叫做 爱遇 与理性啊 或者爱遇文明 就基本上对应于这个存在与虚无啊 因为这里的存在啊 就是 就是在萨特的这个 他人 他者 他者是地狱啊 这里的存在最后要被 主体本真的领受的方式 就是通过爱遇 更确切的说是通过 通过这个 当然我要 就是说 这两个维度可以 调和调和的 它是可以调和 但是我今天就是 我认为还是要保持这个 就是它不能调和 它不能调和 那一瞬间之后就是 就是就是 哎呀 我们今天要通过萨特 这个还要知道 菲勒斯为什么等于这个 啊 哥尔特的啊 啊 这打气一样 打气 你知道什么叫打气吗 打气筒 充实 就是 存在 虚无是那个 就相当于鲜艳主体性 还有就是 呃 我的 身 身躯啊 我的这个躯体 外部身体轮廓 他是被抽空的 就是在鲜艳主体 就是在一种理性姿态下 存在于 我们待会讲吧 我们待会 整个来跟你讲啊 就是说 萨特的性化的信仰学 他其实上他着手 要解答的问题 也是他人的问题 或者他者的问题 还有一个他心的问题 他者的问题 他者 他者的呃存在 但是呃 萨特的信仰学不是专门研究他的存在 他也研究这个 主体 鲜艳主体性 鲜艳我思 鲜艳我思 其实就是他所说的虚无啊 那种nothingness 鲜艳我思 关我屁事 鲜艳我思 虚无 一种抽离的能力 那么在策略上就是一种逃跑 逃避 躲避的 否定的negation negation obstruction obstruction 抽象的一种能力 逃避的一种能力 否定的一种能力 avoiding 我不会说法语 我记不住他这鸟词 不要烦我 呃 就是 这个视频 我他妈 讲所有东西都托你带去 你不适应就拉倒啊 萨尔特的现象学 要解决这个他者的问题 那么在萨尔特那边 我就讲两个基本结构吧 一个是这个 他人的凝视 他人的凝视啊 导致 羞 导致那个羞耻 法语里面是什么 什么什么 怎么怎么拼啊 是这个吗 我不知道我记不得了 我他妈已经记不得了 羞耻 他人凝视导致羞耻 然后通过羞耻 感受到一个他我 一个我的我本身的他意性 我自己就是呃这是一个结构 还有一个就是我 我爱辅啊 恋人间的爱辅 爱人间的爱辅啊 爱辅 Kerasy吧 是这样拼的吗 我不知道怎么拼啊 爱辅啊 爱辅 就是两个 一个是宁视 一个是爱辅 我们来具体来讲一下宁视和爱辅啊 就是从这 但是他这个信话 是一个 大妈的单信话 信话的现象学 在萨特这边是一个单信话的 你会觉得很野 就他信话的 但是和男性和女性的性差异 他并没有非常精准的把握到 我就不谈了 我觉得他他的那个蛇皮的男性女性 性差异没有什么好谈头的 我们直接就是说 萨特那边的主体性是一个性化的主体性 他明确把握到了 是一个在存在和虚无的这个 对立之间的一个主体性 一个是对立 但是也可以通过某种方式 通过他人 通过他人的身体 肉体 来得到这个 这个融合的 有点怪怪的 我跟你讲 就有点怪怪的 他自己是一个老色痞啊 是个流氓 是个很败类的一个 一个老鬼 那么先说的就是宁视 在 萨特这边宁视啊 他举的例子就是一个小孩 一扇门 然后有个钥匙孔 有钥匙孔 他这个看钥匙孔 看钥匙孔 他忘乎所以 看里面可能是一个浴缸 然后是什么 在洗澡 在洗澡 在洗澡的钥匙孔 看的忘乎所以 这个时候 第一个结构 凝视啊 这个时候有个大人 拍着他一下肩膀 拍着他一下肩膀 说小朋友你在干嘛 这个时候 小孩 他会有什么感觉 他会感觉 他 他被他人看到了 对吧 一 他被看见 他会感觉 小孩的感觉 一是自己被看见了 第二 是 他被看见的那个东西 在那一瞬间 不是他的意识焦点 他的意识焦点在这儿 他的意识焦点是 这条线通到这儿 通到这儿 我通到这儿 他的意识焦点在这儿 他的我 他的那个我 在这里 他想要 他的那个自我 想去填充 这个对方的 身体性的存在 想起 因为他的自我 本身是虚无啊 他想去消解 这种身体性的存在 消解女性的性质 所穿的 不是想填充了 实际上是想用 他的虚无去填充 然后 给他一碰碰了之后 他荒浪一下子 发现自己的身体轮廓 或者发现自己的身体 他发现自己的身体 被他人发现 但是这个环节是非常紧要的一点 就是说 先于 先于自己 发现 自己发现 自己的丑态 发现 他是 但是他的身体被别人的凝视所注意到了 拍到了 这个身体轮廓 先被他人逮到了 然后再重新回到他的 一拍 他的注意力交点收回来 重新回到自己的身体轮廓上 他发现 原来我的存在当中有某个东西 刚刚没有被我把握到 就是我的身体轮廓 我那种丑态 我的丑态啊 他发现 他人 先于 自己 发现了 自己的丑态 那么这个丑态就会变成 比我自己 比我自己 更 多 more than myself 更多的我自己 超出我自己的我自己啊 比我自己更多 more than myself 超出自己的 超出自己预料的 没想到自己他妈这么丑陋 这么错 就这个时候 就感觉到自己啊 被他异化了 自己异化了 就简单来说 alienated 发现自己一 至少自己身体轮廓异化了 他发现自己当中 或者说 自己是一个 不曾被自己发现的东西 他有那一部分不曾被自己发现 除了这个目光 除了自己对另外一个 课题的凝视之外 他发现有一个东西不是他自己 但是又是他自己 这个这个 他这个身体的丑态 自己的身体的轮廓 身体的丑态 先呈现给别人的目光 先呈现给别人的目光 所以 这个身体 这个丑态被给予给自己的时候 是 从现象学上来讲 是 三个东西被给予啊 就是说 他人的目光 他人目光下的 我的丑态 然后 我的丑态 我的丑态 中的 我的身体 然后 我的目光 我在地 对这个环节 结束之后 我的目光才撤回来看见自己 这个 这个时候 我就是他 他人的目光和下面这两个东西是基本上有点短路的 有短路的 他人目光下的我的丑态和我的丑态中的我的身体是短路的 这个时候 我的身体实际上是站在他人的那边 站在他者心那边 我的身体是 他鄙视我的帮凶 我这个时候 我的丑态 不是那个看见我丑态的人 来鄙视我的帮凶吗 对不对 是成为他的证据 成为他的明证心 成为他的 直接的相关物 而不是我的直接的相关物 我的直接的相关物在 在这里 我的视线的直接相关物在这里 或者就是这个视 这个视意象本身 视觉意象本身 这个时候就觉得我的身体 不是我的啦 就有一个丑闻 这个时候就感到一种丑闻 我的身体 但是其实进一步 其实如果我们分析的更细点 会发现我的身体这个时候和我的目光是脱离的 对不对 然后我的身体里面是充满了一种 在驱使着我的目光 穿过这个锁孔穿进去 有一种力量 把这种虚无穿射出去 然后我的身体则是被一种什么东西给 就是被一种焦躁 被一种性欲啊 被一种欲望所充盈着 被一种存在所充盈的 我的身体内部的我本身是浑浊的 是肮脏的 是这一坛混水 这坛混水把清澈的目光挤到外面去 挤到挤到另外一个一个身体 那个身体在我看来也是一个非常 哦 就可以回应我的目光的东西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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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住我的目光的东西 所以在这里啊 你进一步会感受到 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的话 你会感到的你的你的对于对于这个这个图像的凝视 本身也是他意性的 你的凝视本身也会他意性的 你撤回这个凝视 你会发现你的目光 你对于他者的凝视和你的身体 就你的偷窥啊 和你的身体 是是一种他意性的关系 不是同一个东西 这种不是同一个东西的这个丑闻 我不是我自己 我是分裂的这个丑闻 我是异化的 我是异化的 我和我自己互为他者 我的作为视线的我和作为这个身体轮廓的我 被看到的我和看着观看的一个我互为他者 这个丑闻被他人看见了 这个时候我就会感到羞耻啊 我就会感到羞耻 所以羞耻在 那当然有的时候我也会感到自豪呀 你知道吗 比如说我在观看的时候是 比如说拍肩膀 但是我是一个比如说我是一个妻子 我得看一个小孩有没有有没有睡着 或者说有没有这个孩童 小朋友能不能自己站起来 能不能自己洗碗 这个时候丈夫过来拍拍妻子签吗 妻子会感到自豪 你知道 那么我当然这也是一种他意性 就是我他忽然之间我从从一个无知少妇成长成一个 哎呀我靠怎么回事 无知少妇成长成一个这个 这个成熟的母亲 我懂得用母亲的视角去注视 去期待我的孩童 然后我的丈夫也支持我拍来拍 他会感到自豪 休止和自豪啊 他者的凝视可以带来休止 也可以带来自豪 就是在这个结构里面你会发现就是说 主体和他人的关系是一种竞争关系 他们争夺的领地是我的本窃己的这个 巨生性在世性的存在的定义权 就是我我我作为虚无就是主体性本身作为虚无 他会不停的出离他的身体性 如果我们萨特的辩证法就是我在这里不想引入黑格尔辩证法去理解萨特 去来说说一下啊在这里至少我们就看到就是在萨特那边啊主体和他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竞争的关系 他人的这种存在他人的凝视 让我感到有一种深渊在其中啊 然后另外一方面我要中间插一下就是他人是地狱 或者说他人是深渊啊 这个名言其实就是相当于说竞争性的关系 竞争性的关系 竞争性的关系 就是我在他人对我的凝视里面 我就会感觉到我自己变成物了 对不对 我自己的躯体变成一个丑怠 他人的就是像个深渊 说地狱其实有点怪 说深渊比较好啊 深渊他人像深渊一样 就是他好像把吸进去了 他人的目光就代表他人里面也有一种也有一种虚无 主体性是虚无啊 那个鲜艳主体的那个视角 向外切的一个视角 把一切都看成是他的对象 然后加以评判 加以理论化 加以一个价值价值化的评判 加以一个那个目的论 一个整体的一个把握 他人是地狱 因为他人是个虚无 比如说当你走在 走在一条灵鹰小道上 享受一个 享受一个非常悠闲的一个 一个下午的时候 这样走 呼 你就觉得周围这些东西都是为了你这个中心来布置的 对不对 象征你这个主体中心布置的 什么各种和风啊 各种和风细雨啊 或者说一些什么鹅卵石啊 小虫子啊 什么各种诗意的这种苍 或者说有点稍微有点那种苍茫的 什么苍凉的什么这种感觉 华操 i ever see is 都是为了我 这个时候 妈的迎面走了一个更他妈比你潇洒的 更潇洒的头发 更潇洒的 有更潇洒的人迎面走来 他妈的他 你就会觉得他把周围气场全吸走了 全吸给他了 你知道吗 他有一种更和 比如说举个例子 你长得不咋地啊 你长得不咋地 不咋帅 这个老哥长得很帅啊 玉树临风气雨轩啊 然后各种就是非常骚气 然后他周围的那些不仅更配他 更搭他 更 更应该陷入他的一个 一个是一个生存意义的网络里面去 你就会觉得就被他吸掉 然后你是变成路人甲变陪衬的那种感觉 这很简单吧 他人是地狱就很简单 因为你在这个意义上 你领会到 你在他人的呃 凝视下你被客体化了 你被 然后你也把自己看成是一个 有一部分是不同于自己日常所体验到的东西的 你就会有一种 用现象学的话语说 就是有一种肉体和肉体和这个躯体的二分 躯身身子膀躯体的二分 肉体是什么呢 你闭上也都能够感受到的你的身体轮廓 你的那种活生生的感觉 你手不摸到东西 你能感觉他有那个指尖都有轮廓 手不摸到东西 你那个嘴巴不吃东西 你嘴巴闭在里面的时候 你都有一种咬合感 对吧 你眼睛不看东西 你那个眼眶都有一种 滴溜滴溜转的可能性 这些就是身体 还有比如说你什么肚子疼在你要加紧某个部位 避免那个洪水泄漏啊 避免又要换裤子 了解吧 这些嗯 这种什么可以加紧的这种可能性 它的接口啊都在肉体上 肉体是什么 但是躯体不是的 躯体则是一个被别人看到的 被别人看到 被别人看到 所以躯体的异象性和肉体的异象性不一样的 肉体偏感受性 或者偏一种直觉性 躯体偏一种直观性 直觉和直观在中文里面是有语义差异的 但是在翻译成英文肯定都是intuitive intuition 躯体的话再更更多的是一种认识性的 一种就是对象化的把握的 意义上的 那么在胡萨然那边的话 不存在这个这种冲突 在胡萨然那边的话 就是我们把握另外一个人的身体 同时会把握到他的身体作为躯体 也是另外一个主体的肉体 然后我的肉体周围有一堆接口吗 比如说我刚刚可以说你夹紧哪个地方 或者你手在那边 你就感觉这里就是有一堆接口 你闭上眼睛都能感觉到你身体轮过什么 周围的这一系列这种可能性 它就会变成一个所谓的原始 原始域啊 promodule promodule 我不知道有没有拼出啊 sphere sphere 你会有个原始域 然后这个原始 但是他者会闯入你的原始域 或者不要闯入你的原始域 他者也会成为一个相对的一个原始 原始域啊 原始圈层 promodule sphere 这promodule sphere就是你的 你的这个肉体性 上面一个肉体性的周围一堆接口 在那边一堆接口和一堆这个 关联就是你如果去想象的话 你会想象就是那种 你有没有看过那个电影里面做特效的时候 那种人身上穿的这个点 一条线连下来 又这个几个点 一条线连下来 这个几个点 一条线 那种衣服特效衣啊 然后在电脑上合成它的动作 类似的 这种原始域 你可以理解成 有人对于自己 闭上眼睛去想象自己的这个周身 还想象自己的听觉范围 视觉范围 还有想象自己这个空间架构 这环绕自己的 这怎么 整个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 这都叫promodule sphere 结合到一块去 但是说他者的 他者也有他自己的promodule sphere 那个人 你在看见他的时候 你会想象 诶 那个狗屁他也有他的一个promodule sphere 你会想象他也有他的一个promodule sphere 不仅仅是你有 他也有 他也有 他我从以他自己为中心 拉出的一个一个大的一个一个参考戏 和各式各样的 这上面的接口 这上面的可能的一些运动的一些 轨迹啊函数这个玩意 还有 还有他里面的一些东西 里面多了 我操这多了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讲 他人的身体 他人的身体啊 他就会成为肉体 肉体就是有点主观的 躯体就是有点客观的 他就会成为这两个的一个结合点 那么在胡塞尔这边 这个问题被解决掉了 在美洛庞帝那边 这个问题也不成为一个问题 因为身体身体它本身就有无条件的一个互质性 就是你可以换成我了 我可以换成他 他就是用 就是用倒数 就是倒数那个词 那个词英文怎么拼的我不知道 不扯了 反正就是但是在萨特这边 他不承认这个东西啊 那么这个东西 为什么在胡塞尔那边 他是很明显是可以由身体型来来来做调和的 那么就涉及第二个这个身体意乡性的结构 那就是这个抚摸 抚摸 那么在 在胡塞尔或者说在摩洛庞帝那边 在传统现象圈那边啊 抚摸就表明 你摸别人 你摸摸到别人 摸到别人 一下子摸到别人 和摸摸你自己 在胡塞尔那边是差不多的 也就是说在胡塞尔那边 把别人的身体当成是一个 就是在胡塞尔那边摸别人 摸别人和摸自己 摸别人的手 和摸自己啊 他的结构关系和 看见别人身体 别人的身体 然后设想别人的身体是也是个中心点 他也有他自己的一圈那个东西 看见别人身体 然后把它中心化 中心化 想象 想象别人身体中心化和 则看见自己的身体 看见自己的身体 自己之前之后 预料自己啊 就比较预料 预料或者回忆 回忆 自己之前之后 可能的身体位置 曾经或者可能的 曾经或者可能的身体位置 就是说就是还是刚刚那个圆圆出玉的那个那个问题 Promodual sphere的那个问题 原始玉的问题 原始玉的问题 就是说呃 就是说我 之所以能够把别人的身体的那个连带的一个一个场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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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对于我的这个原始玉的另外一个原始玉 也看成是一个原始玉 因为我把我自己身体 之前动到那边去的那个原始玉和现在动到这里来的原始玉 看成同一个原始玉 但是问题在这里有点差别 有一个很重要的差别 就是我之前他妈的是我还是以我为中心的 我现在还是以我为中心的 这个中心的变化是想象性的 因为实际上这中心没有动 实际上这个中心还是以我的身体为中心 这个中心没动 对不对 只是肢体之间相对有变化 但是这种肢体之间相对变化会支撑一种想象性的 好像我之前在在的那个中心点和我现在的中心点 不是同样一个中心 我现在在这 我之前在那在在那在旁边 在另外一个中心点 这两个中心点是相对的中心点 但是他们就好像形成一个漩涡一样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 思考自己身体的这个原始玉的中心点的变化 就使得我可以去思考别人的身体的 他也有他的一个原始玉 他也有他的一个中心点 然后他的那个中心点相对于我的中心点 这种相对关系就可以得到领会了 那么摸抚摸也是的 摸别人摸别人的手的时候摸别人的手的时候 你这种抚摸既是对别人东西的感受 别人身体的感受也是对你自己身体的感受 对不对 但是就取决你的异象性了 那么你哪怕不再摸别人手的时候 你这个比如说你的身体实际上是他他在自我抚摸的 你这个手指伸在这边 他没摸到任何的东西 但是你可以you can feel its 他的轮廓 英语我不知道怎么说 我操 你可以感受他的轮廓的 就你把它挺直 你能感到你的手指轮廓 对不对 他的表面那个张力 他的他是 他是一个什么什么的是一个张量关系 他是个 二维张量这么一关系 他一个点和他前后 就是你这样伸直的时候 你手指的前后张力 就是上面某一个点 他被旁边的点绷紧 他也能感觉到的 就手指本身他可以体验他自己 It can 他可以perceived self 他可以感觉他自己 了解吗 更再进一步 他互相摸的时候 也是的 在那个界面上 界面上 你可以说是这个手指感到的他 也可以说这个手指感到的他 那抚摸就有 抚摸他就具有一种他者性和自我性 同时交汇的一个特特点 而且他是可以互换的 一个互换的 you understand 很有意思吧 it's very interesting 但是呢 这个机制就被胡萨尔用来 就是说来证明 就是说他者性啊 是一种基本的身体异象性 身体异象性 就是这两个东西就被 这个上面这一部分 抚摸的机制 和下面这一部分 看见自己身体来 来来来来来定位他人的身体 然后把他人的身体当成一个 一个点 他既是他人的身体的 躯体被观察到的点 也是他人的肉体的中心的 那个主体体会 另一个主体体验 他那个肉体的一个点 这两这个点 就在我的相对关系当中 相对于我那个点 他也是一个重叠的点 那么那个点上的那个人 那个他人 他也有心灵 他也是作为肉体 那我也一样 我相对于那个他人 我也是同时 我是个内在体验的肉体 我也是个外在呈现的 一个身体 一个躯体 胡萨尔把这个机制 就是啊 就差不多是看成 他妈的很类似的了 就是一种 自指射的同时 又自我异化 又不是自己 是自己同时 又是他人 又是相对于 另外一个东西 才是自己 然后抚摸的机制 啊 胡萨尔还有很有意思 就是说 就是 眼睛则不是这样的 眼睛则不是这样 眼睛是不能 手指伸出来 这个手指能感觉到 他自己 就作为肉体啊 那感觉 就闭上眼睛 你是感 可以感觉你的手指 对不对 可能前面比较明显 后背部分 就不太明显 指甲他妈的更不明显 但是无论如何 指甲吹一吹 还是能感觉到冷冷冷的 但是眼睛做不到这一点 眼睛没办法看见他自己 眼睛没法看见他自己啊 眼睛没办法看见自己 眼睛 他是没有这种 就是视觉 没办法视他自己 但是触觉可以触他自己 这种情况下 就是在触碰你自己 You are touching yourself 把手指伸直 你在触碰你自己 就直觉到 不是说这样叫触碰你自己 不是这样崩 崩直了的时候 就触觉就是触觉他自己 身体可以 可以就是 把握他自己 而 眼睛是不行的 而胡萨尔就 就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 就是只有 如果一个动物啊 只有眼睛 如果一个动物只有眼睛 那他的身体是无法被填充的 他的身体啊 他的身体就是不被填充的 如果一个 如果一个生物只有眼睛 就眼睛没办法感受到他自己啊 他看不到自己 他到镜子里面去看 他妈的镜子里面那个眼睛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 只是个 只是一个另外一个对象而已 不是这个眼睛本身 不是这种感受性本身 他感受性本身 不能够感受他自己 但是这种触觉感受性 可以感受他自己啊 他就像一个身体 却不被填充 这不能被填充 无法被填充的一个身体 这个身体就是能填充他自己 你能感受他的轮廓 好像就是有一种 可感性在填充这个手指轮廓 我身体也是的 这个身体能够填充他自己的轮廓 他有一个异象性 哪怕把衣服全扒光了 说这是因为衣服 对你产生触觉 他把衣服扒光了 他也有身体特有的 哪怕你做梦的时候 你也有身体性 身体性也是一种原初的意象性 但身体性的话 就和他者性是非常纠葛在一块 但是萨特这个老 老鼻啊 萨特这个色魔啊 他认为他 他他他不承认这个东西 他无视了这个模式 他无视这个模式 他可能因为是他观念二 没有好好读吧 萨特没有好好读 观念二啊 萨特你妈的 我给推荐你的现象学的几本书 你们能读 有问题 那么萨特是不用抚摸 他用的是爱抚的这个异象性结构 萨特版的 萨特版的主体性 是用爱抚这个一个结构 主体性和主体间性 就是爱抚的时候 爱抚的时候是 是这么一个过程 就是我的思维 我思 或者就是那个我的虚无 作为虚无的我思啊 作为纯粹虚无的我思 他 填充了自己的身体 填充自己的身体 填充自己的身体 在就是在你性欲来临的时候 你要就是你的我思 填充自己的身体 这个虚无就变成某种存在 某种存在 就是某种存在 就是我思就变成一种 我欲 我欲望 就是变成一种欲望 变成欲 想要那个爱欲 变成一种爱欲啊 他就是这种存在 就是如果我们举个例子 我思是成名的光 他是一种成名 明正的成名的 成名的 这种被欲望所充盈的 这种身体呢 就是 这种存在状态的自我呢 他是一种什么 他是一种混浊的 他是混浊的 混浊的 混浊的 就像水搅混一样的 就是在你想要去 do something的时候 make something的时候 你的身体被欲望所降 去宰致的时候 他就会混浊起来 混浊起来了之后呢 他就是就是 虚无主动的成为存在 而且主动的成为一种 为他存在 什么意思呢 为他者存在 因为你变成这种 这种 这种东西 这种为欲望所充斥的 为肉欲所充斥的一种 就是你 你这个时候你就相当于就是 呃 心灵 身体化 或者叫心灵肉体化 心灵变成身体 心灵变成肉体 你就不这个时候 你很难再抽离一个 先月我思出来的 我操 你那种情况下 你别抽离的啊 你就 然后 这种肉体化 他是有目的的 目的是什么 就是占有他人的 他人或者他人的 身体 这么占有他人的身体 的方法就是 也把他人 或者他人 也把他人 给身体化 给肉体化 也就把他人的那种 虚无的心灵 给肉体化 萨特一直在思考的 就是一个怎么克服 唯我论 他也思考怎么克服 虚无主义的问题 那么他给的答案 就是 I'm so you know you know 哎呀 在法国 那斯华销量很好啊 斯华销量很好 因为斯华 在这个意义上讲 你们知道斯华销量好的原因是 因为斯华可以增 增进爱抚 他摸一个点 相当于周围 他牵扯的一个网络 他爱抚这一个点 一度一片网络都得到爱抚 你就是这就是供 就是震动嘛 你知道吗 就是这 爱抚下面上面也震了那种感觉 就是他就会使得这种 呃 就是 然后就相当于 我这样说吧 我这样说吧 不叫什么什么上脑 不能叫什么虫上脑 不能叫上脑 而应该是就 而应该叫做 你的欲望 泻漫下去了 你上脑 卖下 做的 那种 标准 在这种情况下你的异象性不是焦点式的异象性 不是一种当然也有焦点 但是它不是一种那种思维性的 就是它不是那种理论性的异象性 你的意识的那种状态不是 而是你的意识是弥散在你的皮肤表面的 当然也一些恐窍啊 一些就是你的那种性化的一些体表的 在这个过程中 你想要去塑造他人的身体 就是你你所谓占有他人的身体 其实不是占有身体 而是把他人变成变成 就是把这个平时正儿八经的这个人 变成他的身体 把他从他的那种因果关系 把他从他的因果关系 认知认知关系 把他从他的那种世俗关系当中 所怎么样脱离出来 让另外一个人 让他的这个同伴啊 让他的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干那个事的同伴 也变成 也变成身体 变成身体 如果用很庸俗的话 就是让你变成野兽 变成兽 变成意识全部沉浸在 然后弥散在身体 各个部位 各个体表 各个恐窍 的那种那种意识 把你的意识给身体化 变成身体 然后所以通过爱抚啊 所以通过爱抚实际上是在塑造 塑造你那个爱人的身体 是在塑造他的身体 是在创造他的身体 当然有一个非常形象的一个 一个特别的一个爱抚 就是女性对于男性的一种 特殊的一种爱抚 确实就有点 就让他充盈起来 支扔起来了 让他冲血了 就是 辅着辅着就冲血了 就好像注入 把某种东西注进去了 因为呢 这个他妈的太野了 我操 我不应该讲那么多的 那么通过这种方式 然后相互爱抚 相互爱抚 然后身体轮廓 就得到完整的塑造 这个时候 双方就变成 两个变成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我思和他的身体的 和他的身体的 这个 这种二元对立关系 他们的他异性 比如说在他人的凝视下 一开始是羞耻 对不对 一开始是羞耻的 但是这种羞耻 所以为什么 很多人喜欢 关着灯来干这个事 或者说 很多人就是不愿意 怎么看啊 就是 当然一开始 就是欣赏性的看 但是被开的人 肯定跟他羞耻 羞耻到后面 也就是什么是羞耻 我们之前讲过 就是你的思维 你的视线 和你的身体的二分 这种 这种二分 被 被爱抚所超越 被相互爱抚 是被相互爱抚 所超越了 你就互相抱 把彼此的身体轮过 给抱出来了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 爱抚 他一定要通过他者心 爱抚一定要通过 他人的爱抚 他人的爱抚 和我自己的自摸 自摸和他人的相互爱抚 是完全不同的 It's totally different 因为自摸的话 带有明确的意向性 带有明确的这个故意啊 他是故意的 你知道吗 自摸是故意的 你妈摸哪里 他就知道 他很难爱欲化 他没有那个深渊 你知道吗 自摸是故意的 没有 没有一个深渊在里面 没有他人的深渊在那边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 他自摸并不能让你感受到 你的身体和意识的对立被消解掉 自摸只会越摸越觉得 你的身体就是个对象 自摸会越摸越觉得身体 是只是身体 只是个客体 只是个客体 只是个被主体所认识的客体 所载制的主宰的一个客体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通过自摸 你没有办法克服思维和身体 当中的一种那种对抗关系 我和我自己的分裂 也没办法被克服 但是呢 通过爱抚是可以的 因为他人也变成了他的身体 我也变成我的身体 然后我们彼此 就是两个深渊在融合 所以我觉得萨特这个人 实际上他是一个lesbian 你知道吗 他是个 他有点trans lesbian 你知道吗 萨特的那种 就是有点trans lesbian的那种感觉 就萨特这个人 其实不是很男性性的一个人 他的这种这种性化机制的 这种主体间的这种爱抚的 这个现象学结构 是一个他人是深渊 但他人这个深渊 迷散在他的身体上了 那我也迷散在我的身体上了 在这个意义上讲 我在此刻我就是无限的 就是存在和虚无之间的 或者说自在存在和自为存在 自在存在和这个自为存在 自为存在把烦死了 之间他是无限的 而他是有限的 我我的意识迷散在我的身体 我变成肉体的时候 我是无限的 我是无限的 我是这种欲望 我是这种无限的一种 自我觉知 自我感觉 但是我不能自己成为我的身体 我真的起点 慢慢慢慢变浑浊 但是我真的 我要真正切切感受到 我是个人 那边是什么 什么那个什么 聂丰的老妈说 熊把让我感受到什么才是女人 当当女人 他就差不多这个意思 就是让你感受到你的身体轮廓的存在 让你感受到你的身体性的 肉体性的一个存在 让你超越你的那种思维的 畸心巧智算计的 然后在一个符号系统里面被定位的 被僵化了一种存在 让你变成一种动物性的生物 生物性的存在 动物性的存在 让你变成一种存在 让你变成存在本身 让你变成一种绝对的无限的存在 活生生的存在 而不是变成一种虚无 那么就是萨特认为通过这种方式 We can 我们就可以那个 我们就可以就是 以某种方式使存在和虚无得到 但是还是要通过他人 就是严格上讲 你要需要通过他人这个深渊 就是你要通过他人的不可理解性 他人的陌生性 他人的超 只有通过他人才能超出自己 而只有通过他人的爱抚 他人的身体 你才能超出自己的意识 只有通过你爱人的身体 你才能超越你的灵魂 在这个以上 这个萨特这个蛇皮就是这样想的 所以在萨特那边是不存在一个什么 什么什么 什么精神 精神之交的 他是精神 对对方得是身体 然后就是相互相互之间来 来使这种差异得到一个 一个 一个一个融合吧 怎么这么蛮蛇的 其实这么讲到最后的吗 我觉得这个体系蛮蛇的 这东西呢 他没有性化机制 就是说男性和女性性的差异 并没有得到本质性的 在一开始这些 这些可以看成是底层模型的里面 并没有揭示出来 所以最后我们来看这个格 在长约论上 是三 行而下 versus 行而上 他们调和的还主体坚信 vizan 共在 我就写了 但这种共在是种竞争性的共在 是他人与自我的一种竞争场 竞争场 就是说 比如说他的凝视 可以看到捕捉到我的 就是在萨特那边 他有点前反思 稍微有点 就是说 呃 就是凝视和身体和 我的凝视 就是 这是 不断裂的啊 不断裂 他是个共在的场 然后在本体论上是一 本体论上是一 就是存在和虚无 并不具有本体论上对立啊 也就我们最后就只能说 如果我们非要从 呃 作为一个现象学的话 只有自为存在啊 beam for self 啊 做在相学上来讲 自在存在这个东西 啊 就是你去看存在虚无吧 自在存在就是自为存在 因为主体性的意识这个维度 无叠加在存在之上 虚无叠加在存在之上 虚无叠加在存在之上 就是自为存在 但是虚无必然会消失 它没有 所以存在 它是不可摆脱虚无的 没办法 就是你想要让就是 就是萨特那边 他是不会幻想有一个什么原始物质这种东西的 然后是一个物质体这种蛇皮的 他不他不成这种东西的 你要把握存在的话 你要通过刚刚我们说的那种身体性的结构 或他人的交往当中 或者这种 这种交往是比较特特殊类型的一种什么交了啊 那种当中的参与体验的 本体论一 也就是说 萨特在这个意义上是一个关键论者 idealism 他相信这个存在和思维 存在和精神 存在和体验是通达的 是for itself的 然后在认识论上是4 认识论上是4 也就是他是去先验化的 去先验化 认识论上就是说 你不能够去获得一种去我思 他就是 不认为这个主体可以 就是他就是不希望主体去采取一种认识模式 就是说就是先验主体的那种认识模式 因为他认为这是把一切东西都变成平凡 变成没有任何意义 就是把一些东西都对象化 就是 萨特那边对象化这个东西是垃圾玩也 因为对象化意味着不敢他者化 不敢把那些东西看成是和他竞争性的他者 比如说我最最极端的对象化的一个 一个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 别人凝视你让你羞耻 对不对 让你感到羞耻 但是这个时候你又 你又凝视回去 回视他 回视他 想要去消解他对你的凝视 但是你每次消解的时候 你消解不了那个凝视本身 因为那个凝视的结构是内在于你的意向性的 意向体现的 你回视回去 只会看到那个人的凝视变成一 那个人的凝视啊 会被对象化 变成一个肉眼 变成一双肉眼 一双眼睛而已 一双眼珠子 将死的眼珠子 所以对象化的机制在萨特那边意味着 剥夺啊 其他共共在存在那些东西的他的他者性 他的意志性 剥夺他们的意志性 剥夺他们的他者性 意味着一种不本真一种存在方式 意味着一种虚假的存在方式啊 认识论这个东西在萨特那边是没有必要的啊 就是把一切东西都对象化 然后都甚至都还原成的现象学意义上那个意义上的本质 这种东西 那么在萨特看来这这种姿态是不本真的 这种姿态是恶心的 是垃圾姿态啊 最后在这个目的论上 2 目的论上2啊 就是有两种存在方式 两种存在方式 一种是 充盈 versus 另外一种就是这个 啊 不用了 我还是要想就是说 哎呀 昨天讲的时间吧 这边写时间 右边写空间 versus空间 这样比较好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时间这种存在就是 海德格尔那种 海德格尔 就是你看昨天那一期吧 海德格尔那种那种 这里为什么要写成空间呢 就是在这里萨特他表明了一种原出空间 是通过身体 身体性可以导向一种原出空间性 原出空间 啊 就是通过爱抚啊 我就是爱抚 爱抚 然后相互抚摸拥抱 然后你就 这个时候意识就消散在你的那个身体轮廓 身体表面 那种轻泥的 黏腻的那些就是那种摩擦 那种那种啊 这种擦动啊 那种滑动的感觉里面 就是这个时候意识就不再是一种时间性的意识了 就变成一种懒洋洋的 分散在这个空间轮廓空间边际上的一种空间化的意识 就你完全抱起来的时候 你的你的时间性的那种意识啊 时间性的一种一种目的性的 目的性的或者用这种海德格尔的话就是那个所谓的良心啊 就是那种良心啊 那个啊感到这个负罪的感到一个目的论意识上的就是很有动员性的那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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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识啊 就没了没有了就去去目的论化了 去目的论化了就被去目的论化了啊 他这种这种身体相互爱抚沉浸在那种包容包围 我靠相互触碰还有相相互就是你侵入我我包裹你 哇怎么这种掉掉关系里面 然后就是身体就意识就消散掉了 意识就空间化不在时间不在是这种时间性的意识 此在不再发问了 此在不再在此了 此在在在此在不再是此在此在变成在此 打赞变成在 三大变成就是在这里 变成了这种呃 变成这个场这个这个身体轮过场或者这种 自然的这个 关联场或者说我的妈的这个东西不能理论化 你自己去体验一下 找个人去抱抱 找个人去我靠身上出点汗互相黏你黏你 just to try the fail 啊这个东西没做的技术含量啊 就是说他就认为主体性啊主体性啊啊主体性 这里的共在要记得啊是一种他人和自我竞争的一个场啊 共在当中的他人和自我是竞争关系啊这里的调和形而上和形而上的可以说是一种他者主体性啊主体性 然后他们的关系是黑格尔辨证法医生的关系 当然有点蛇撒他那个辨证法蛇不行 呃他他不够性化啊不行的啊 然后这个不够断裂是一个有点太对称的一个辨证法 然后在这个 但是他他某某种程度强调他不对称但还是太对称的在我看来知道在我看然后在呃所以在身体性上这这种哎我刚刚要讲什么来着啊所以说就是说调和场域的还是一种主体性样态啊还是用主体性样态 只不过他构造的比较精妙而已 所以最后的这个目的论上的这两个一就是也是在才这个那边就是子在在萨特里面就可以写成身体或者就空间啊肉欲啊肉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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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特的萨特的这种萨特这种sexual desire确切的说就是lust 就是lust 我觉得lust他的癖号可能就是lust 那么如果就用莫言的一部小说名呢可能就是比较适合萨特他喜欢这这块呢 哎但是有点怪怪的他不是都喜欢哦 他强调表面可能要表面右滑的那种啊表面右滑右滑的软软弱的 这种啊这种知识分子但是我觉得这个体系呢这种异乡性分析呢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太形而上学化了 他没有意识到这里面打破了好多结构看观看我觉得就是正常人并不是说就是一部分人会是这样不是说正常不正常而是是只有一部分人在爱抚的时候才这样更多的人是性化的比如说男性被爱抚的时候他是有意的要让自己这样的啊有意的他都包含他自己的 这些异象性的啊就是还有有意的要去什么湿润他的什么就是这些目的性的爱抚哎 他没有思考这是一般的判断而已但是我觉得一般的这种模式的爱抚其实他是一种幻想其实不太存在啊其实在人类的性结构当中一般的这种爱抚我觉得这个结构不是太原初他是后来被构造出来的 他所说的那种他者和主体竞争的那种关系而且主体和他自己分裂的那种关系 这是萨特没有把握到的主体自己内在性化的那种创伤那种僵局就是萨特没有把握到的啊所以这个结构还不够 但是这个这个这个玩意就够无聊的你如果要用镜像学去做你就进一步去做下去你可以把各式各样的手法 什么手法脚法嘴法什么臀法腰法什么这些法都去分析一遍 把各种姿势各种道具什么都可以分析一遍那他妈太无聊了 It's a boring game I mean 啊我觉得现象学的话应该会去把握更有用的东西啊那么这个结构的话是有点他并没有他想象那么原初啊哎我他妈扯远了我这其实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很无聊的我不是因为他有意思我讲这么久啊他确实是很无聊 因为我要强调他无聊性所以我讲这么久好吧那就讲到这里啊讲到这里这就萨特的性化的性向学我不想专题性的讲他的存在于虚无那本书太蛇了我操的妈的那个结构太笨了有点配不起三字头所以我我要讲他的这个后面的一部分比较挫的这部分啊那讲到这边啊